大家好 这里有我关于 FlyMotion控制卡的一个 接驱动器的问题 做一个演示 现在我这里 有一个步进驱动器是这样的 我自己做的一块 已继承的四轴控制卡 那个驱动器 目前还在准备上市 大家感兴趣了 可以咨询 我这里是四根线 在试音上也应有 PoS正PoS负 DR正DR负 跟那个 我们的那个FlyMotion控制卡上的 PU正Po负 DR正DR负 一一对应就行了 很多的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 一般的都是这样标示的 PoS正PoS负 DR正DR负 这里我这个四根线怎么接呢 呃PU正阶对PU正 PU负阶对PU负 我这里是 看一下啊 红色绿色 蓝色黑色 红色绿色是 呃脉冲正负的一组 我这里把它固定起来 给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这是压线 压接的一个端子 所以它那个线有 最好是 压上那个线鼻子 就是圆口线鼻子 这样接触会好一点 另外的话 大家要是说特克朗就直接拨点线出来的话 千万注意啊 这个铜线 怎么样接触的好 能够压得住 这个一定要那个想想办法能够量得通啊 我这里是把它拨了一点之后往回 折了一些 这样的话 压上去一般是没有到大问题 有时候很多情况下是 肘不动 很多是因为线没压好 大家接线的时候注意一下 压没压好 通没通 最好用万有表量一下 这里对应的方向增幅 卖床增幅 接好就行 这个我们接好之后再拔一把 看松不松 之后再插到控制板上去就行了 现在我这里已经接好了电机 现在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在软件上 用那个 我们的光标键 控制一下 压个轴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两个轴现在可以动了 实际上 实际上 一个雕刻机 三个轴的电机动起来的话 基本上 就可以工作了 可以这么说吧 因为主轴的话 有的主轴是手动的便秘器可以开启的 你开启让它工作起来就行 嗯 其他的几个轴 依次内推啊 把那个 SYZ ABA 我们经常的三轴和四轴 五轴 把每个轴的那个线都按 看刚才我演示的方法 一个连接起来就行了 接起来之后再插到端子上 这样就完成了那个 那个控制器和不进驱动器的一个连接的问题 另外就是有的很多人可能第一次接触 这个不进驱动器 它是要供电的 不是说信号线接到这里就可以带动电机的 没有可能的啊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给驱动器供电 而且这个功率 给驱动器供电的功率 电源功率是要足够的 要保证你的每个电机都可以正常工作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拿到的驱动器很多 实应表面 它有一个拨马开弯来做它的细分的处理的 原来我们都讲了很多的就是 就是 细分 就是 二 四 八 十 十六 三十二 还有这样 六 四 这样的细分 现在的一般的驱动器拿到手上 它实际实际上不是细分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 目前的 步进电机是两项步进为多 也就是说 那个它是1.8度的那个精度 所以它那个脉冲 是200脉冲专专与穿 不细分的好 所以驱动器上面它那个印的实印 写的是1600 3200 5000 6400 它就不再是所谓的细分了 实际上它是 200乘以 假如说是16细分 它就是3200 这个3200 这个3200脉冲实际上是让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 跟 原来我们说的细分就不是一回事了 就是它已经乘了200的那个脉冲 大家要注意理解这一点啊 有人说我的驱动器是 3200细分 那不是3200细分 实际上它是16细分 你是 普通的1.8度的那个不进电机 所以它是 它是 意思是3200个脉冲 那个电机会转一圈 大家千万注意理解这一些 嗯 另外就是一些不进电机 嗯 怎么去接 有的很多人可能还不 连不进电机没接过哈 那不进电机一般的厂家他默认的情况下是 红蓝一组绿黑一组 这个线颜色是固定的 万一你拿到的手的那个 不进电机是线颜色都搞不清的话 你怎么继续区分 嗯 你手头要是有万元表的话 你可以直接的量一下 用万元表量一下 这两个线是不是通的 通的肯定就是一组 不管是A向B向的A正A负B正B负 你只要保证这是一组一组的 A正A负接的是一组 B正B负接的是一组 电机就可以动了 另外就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把那个 不进电机的 两个线啊 也是要是同意 他是 一向的 要绕阻的话 你不短你不短路 这两个线不短路的话 就是不进电机的 你手领这个电机是很轻松的 可以领的很没有什么阻力 但是你短路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电机啊 就有咯哒咯哒的声音 就是说你领起来就不是那么顺滑 有一个持组的作用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判断 到底不进电机在哪两根线是一向 一般求要四根线的话 你任意两根短接短接 短接起来之后再拧一拧 拧的明显感觉这个拧的时候那个电机的阻力有点大 说明他就是一向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遇到任何问题 这个两项不进就比较好处理 对吧 好 大家 可以理解这些知识 这个讲的是有点多 我是希望大家 特别是没有接触过的 都了解了解 什么是不进电机 不进电机的驱动器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控制卡连接 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